義品在這裏 我不是BS 我是Civil Instructure 很高興可以參加你們的晚宴和分享 其實我被要求說少許我的背景 我的經驗和最重要是Women in Engineering 我不想說由我嬰兒出生的時候 我就說我畢業 我在英國讀書 我就讀Civil Engineering 剛才我見到你們的同學 你們的Division的人都說 其實我們做女的Engineering 真的比較特別 我那時讀孫時有60人一班 我們有九個女的同學 第一年有九個 到我畢業的時候只有兩個 在英國 越讀越少 真的挺辛苦 接著我就在英國做一個Bridge Engineer 我就設計橋 怎麼知道回到香港 就是沒有橋做 我那個年代 去了一間Local Consultant Firm 在那時候就變成一個Structure Engineer 在那個時間 我在一個Local Consultant 做 其實經歷有點不好的 因為每一進去 我聽到我老闆跟別人說 六千元放個花瓶就放在那裡 那 唉 就是有點不開心 但是就 我的同事 即是我的Supervisors很好 是男士來的 那些全部都是男士 但是很好 他很有心機地教我去怎麼做 那我在他們那時候 剛剛有一個Project 一個Building Redesign 即是他設計過 要Redesign 那我用了一個月時間和他 設計好了 我是六千元 他收二十八萬 那我那個Sweiser跟我說 哇 Alice 你很值得用 那我其實從那一刻 我就跟自己說 要努力 不要做一個花瓶 那 接著我 沒多久我就 加入了阿拉伯 那 做阿拉伯的時候 我們 我也是做一個Structure Engineer 那 也都很幸運 給了我一個機會 就 去 Contractor那裡 落地盤做 那我剛才跟Antonio說 其實我很Enjoy 做一個Contractor 的On-site 因為呢 我又 不知道叫好彩不好彩 沒有人理解我 因為我是一個 Consultant 落到Contractor那裡 我不會教你 即是那些 Management Level的人 那我自己 經常 到處走去 不知道 我剛才問 有些很年輕的Engineers 你知不知道 什麼叫做Gengger 大家知不知道 科文有沒有聽過 我就快要 擺上去 變成一個Diamond Source 還沒Walk Up 還沒Walk Up Gengger其實 比科文還低層次 科文 科文可能帶著幾個worklist 去做 那Gengger他就落一步 那我就跟著他做 那他就 其實很好 他都 很多粗口的 但是他 又很好心機地教我 即是 你們的Consultant 下來看鐵 這樣拉 就幾多條鐵 其實你們都傻的 即是他 真的很心機 去教我 那些不好的東西 還有教我 那時候 做Ball Power 怎樣做 做裝 可以怎樣 偷雞 幸好 我們不需要偷雞 因為 我們做到了 找到一些Funding Level 我知道之後 這個人 後來都要坐牢 所以我要警惕自己 不要做一些不好的事 但是 這些其實的經歷 我不覺得是一個 壞的經歷 是讓我知道 其實現實的世界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讀書 未必做得到 學得到 是要你真是做事 你落地盤 真是親身去見 你才會知道 那 我剛才 Sally 都跟我說 你給我一些 一些難忘的經歷 在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 就是生力啤酒廠 Fiana 那時候 我在做生力啤酒廠 很幸運 這個生力啤酒廠 其實是 related to project management 我也是一個 卓醫負責 由設計開始 到地盤 在地盤那裏 那時候 因為這個是一個 啤酒廠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起過啤酒廠 在這個工程裏 我真是學會了 除了我這個世界 有structure 有師傅 其實真是有E&M 還有挺heavy的 我們是mechanical electrical related to 什麼 有boilers 有ammonia tank 有carbon dioxide tank 有很多很多 就是那些喉 怎樣走 那我們建的時候 就要去 想清楚 我們不要 只建了自己的structure 我們還要想 人家 E&M 怎樣走 因為它是比較複雜的 整個process 這個就是我在這裏 這個project開始 真的認識 什麼叫做 building services 什麼叫做 mechanical electrical 也都在 那個時候 我在地盤 也都被我遇到 第一個 fatal accident 不是我 是我的地盤 在外面 人家挖 下去馬路那裏 可能那時候 做得不好 這些雜板 那些下雨 又有一些泥頭車在旁邊走 那我collapse 那有個工人就摘死了 那也都給我一個很好的經歷 就是 小心 意外是可以 真的這樣發生 那所以在這個 也都因為這個project 我都遇到一些accident 所以都深深感受 大家要小心 那個 這個project給我這樣的經歷 之後 公司給我一個很好的platform 我就開始 尊重project management 這個project management 給我的經歷就是 我不要只顧著自己 我要顧著其他disciplines 這樣才整個工程才會成功 那 除了我做工程 我亦都去到2003年的時候 有新痕 不知道做甚麼好 好像做工程 做工程 後來我就加入了無國界醫生 我就去了阿富汗埃塞俄比亞 做了義工 做了一年 我不是醫生護士 但是 其實除了醫生護士 我們的工程師是很有用的 我們其實是很前線服務的 怎樣說呢 這些護士未到 你就要找一個地方 設置一個營館 你找水 供電 我不知道大家 你們建設服務員 有沒有人懂不懂 Line Generator 其實不是簡單的 要學那個Line Generator 你要找水 做廁所 這個廁所應該放在哪個位置 所以你不會避免你其他的地方 這些全部都是你要去控制計劃 也要做工程師 還要負責甚麼呢 要做車 要開車 安全的 即是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Mobile Phone 不是我們那些Mobile Phone 是Satellite Phone 那你怎樣 要保持安全的 除了你自己 不要有危險 你還要保護你其他的 你自己的Workers 以及你的Partners 那樣 所以在醫生護士 就是醫人 但是我們就要負責很多 所有的Logistics 的東西 維修的東西 所以永遠都是 如果我們要Evacuate 走的時候 就是Engineers 那些是要最遲走的 因為你必須確實 其他人都走了 你就要拿著那個 Satellite Phone 拿著那個 車 你就去走了 你千萬不要放下 譬如我們在富汗的時候 那些塔利班 你不要留了東西給他們 不然你們都會很危險 那 所以 這個一年裡面經歷 有在窩心的地方做事 有些病 因為Ethiopia比較患災 和很多病痛的地方 那你怎樣去面對他們 由什麼都沒有 你要幫他們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工作 那後來又回來之後 又很幸運 不是很幸運 不是很幸運 不幸運 又遇上了Tsunami 我們又去了印尼一個月 然後又有四川地震 那時候真的很多了多難 但是因為 我這裡做Engineering的經歷 幫助我在每一個 或疫境 我去怎樣去求生 怎樣去幫別人去reptify 那這個就是 後來一直在我的做工程 那個時間裡面 我都要好好計劃自己 怎樣去做 那直到去上年 我就開始 有人叫我 你有沒有興趣做council members 好啊 嘗試一下 我都希望可以幫HKIE做多一點點東西 年紀都大了 開始 那是不是應該都是 分享和一些小的東西 多一些分享呢 那我就很幸運 選了做council member 那也都是 在這個task force 就是我們 Women in engineering 因為我們想 promote多一點點 其實在阿拉伯 我們已經是有 很encourage 一些女性 做part-time job 如果她們在家 需要她們 譬如有小朋友 要照顧 那在我自己的group裡面 已經有三個 已經是part-time job 亦都變回做full-time 亦有 或者現在full-time變成part-time 亦都有 其實不艱難 我們亦都現在做 是我們council member 做這個task force 在找回以前 是女engineers 或者已經是 回到照顧家 我們想找媽媽出來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朋友 叫她們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 很辛苦 不是很夠人手幫忙 我們現在就是想做這件事 我們統計過 其實有這班人 所以我們要努力 去找回出來 除了這件事之後 我們也希望 幫一些youngengineers 怎樣去考牌 怎樣prepare 不會只是說考牌 是怎樣prepare自己 去be qualified to be a charter engineer 這個就是我的分享 有很多難度 看來 在這兒